一套懸疑電影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不是要鬥扭招扭得多呢? 還是讓觀眾自身是偵探的第一人視覺參與查案呢? 又或者是否應該著重描寫 讓觀眾了解每個角色的心態和背後動機呢? 還是單純節奏明快 爽過就算呢? 不同的人當然有不同的答案 但無論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都可以回答你這套電影的答案 就是以上皆非 怎樣這樣說呢?回來再說 大家好,我是01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一些推介劇集 或者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事收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你訂閱我們,加我們支持一下 我們有開IG,有開Flash 我們在上年底舉行了一個投票許願活動 收集到大家的意見 影片已經火熱在製作中 將會陸續推出 如果下次你想一起參加的話 快點跟我們一起參加 今天要說的電影就是台灣電影《茶無恥心》 電影在2022年已經在當地上映 香港的觀眾現在可以在Netflix上看到 電影是由張君寧《軟驚天》 周處除三害的問題我不會再重蹈覆轍 這部電影是導演曾英廷的第一部撿到長片 片長足足128分鐘 真的有夠長 看完給我的感覺 電影就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聖旨 終於是完全沒有洗乾淨的一面吃一面咬沙 新鮮是新鮮 但真的吃到我消化不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再說是由劇透了 如果你介意 看著你才看完電影 回去再聽她怎麼說 但如果你不介意 又覺得準備好 那就可以開始了 巡禮 又要說說故事大綱 話說喪夫的女主角傷心欲絕 打算在自己的愛車那裡了結如生 誰知道被一條等如期內的屍體打斷 那條女屍沒有了無名指 心臟都被人挖走了 明查暗房得知那個女人是一個過期居留的工人 信藤摩瓜繼續查下去 發現這個女人的男朋友 正正就是幫這些非法移民做這些假證件 找公的蛇頭 更發現這些那麼恐怖死葬的女屍 還要不止得一條 真相是什麼呢? 那兇手為什麼又要這樣做呢? 那就留給你自己看了 要說這套電影 真的太長了 節奏太慢了 但是奇怪在呢 他明明慢慢說說很久 你都好像不太認識裡面的人 很多角色就是帶著他的設定去做 背後其實是沒有原因的 例如張坤玲的老公 他得到抑鬱症 所以選擇在車裡面那裡自殺 先問為什麼要選擇車 車對他有什麼特別意義 那為什麼要選擇那晚去自殺呢? 話說事發的當晚 他老婆正正就是有個任務在身 就要陪在賭場的外面那裡 就等他移空 結果移空就陪不到 怎料完了就得知自己的老公就死了 背景來說 其實老婆和老公是在同一個分隊那裡做事的 所以他老公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去懲罰他老婆一輩子呢? 戲裡面不斷插罪的畫面 其實都只有老婆和老公很甜蜜的畫面 另外就一定是軟經天為什麼會這麼癡情 因為女朋友不見了 因為女朋友死了 他大部分時間都哭到死去活來 跟他那個做到滑了 做人做到化了那個蛇頭形象 其實是格格不入的 人家妹妹又說他不負責任 又說他不願結婚 誰知道原來是一把脆弱敏感的癡心情長劍 以往的戲 《燒失的他》 《河邊的錯誤》 我們都說 導演根本就沒有心被觀眾一起去查案 這套戲更加留下的所有線索 純粹就是為了兜圈和扔播中 說到最後 真凶只是出現過在一場戲裡面的人 基本上可以說完全沒有留下過任何蛛絲馬跡 被觀眾發現 更不要說這個真凶 其實相對來說真的在北到非天 這位容易傷心的男人被人假結婚 騙完之後 突然間由一個拍照的老闆 變成一個超執刀的高手 由放血到節肢到慢慢割開心臟 讓你去做或者讓我去做 我想我頂多就是去Youtube打解鋪人體 試試怎樣做 他十足像天才駕駛員 一開一個操縱桿機 下人都變高達 我就上網看完Youtube 斬隻雞都鋪得那麼斜 這個就是我們跟天才之間的距離 然後就隨手可以買到警察用的手扣 還要是手腳割扣一個 而買到這個程度 為康至底精明銀買一送一 還有一個廢棄大廈裡 有一道要用夾萬所開的防爆門 雖然那道門的玻璃吐兩下就爆了 殺人的氣因是因為他被一個移民女工 騙了結婚 然後在他生日那天 吃了安眠藥的蛋糕 結果女人翻箱倒櫃 連他家裡的底褲都夾走 就遠走高飛 人間蒸發 自此他就在那些移民女工做假證的時候 順手看人家的生日在哪裡 在人家的生日那天 他就做瓜他了 做瓜完他之後 就要切手指 割心撞 拍照 手腳都上了媽葉 然後把整條鹹魚運回去 那個非法僱主那裡 然後再偷上受害人的電話 去打給下一個受害人 讓他們繼續受害 最大疑問 你是在你生日那天受害 為什麼你會在別人生日的時候 就下手呢 你作為一個只是幫人做假證上面 那張照片的拍照佬 你怎麼會知道那個女工在哪裡上班呢 他偷上一個受害人的電話 打給下一個受害人 而那兩個受害人 其實本身是沒有任何聯繫的 為什麼要做這個這麼無謂的舉動呢 警察問他到底是前後殺了幾多人 那個收藏櫃那裡 其實都是只有兩組收藏品 最後對峙的時候 影相佬挾持著女人 跟女警說 你不要動啊 再刺下去就是大動物的了 我就算是想啊 我也不知道刺下去哪一處是大動物 所以你說 讀書多麼緊要呢 然後中間的過程呢 女主角好像神探上身的 看到些什麼都開幕無表情的 立即講得出下一個線索 然後去到尾段竹產的時候呢 突然就變成一個大豬甘鬥 有一個殺人犯呢 沒有完一輪又一輪 不過說到豬甘鬥呢 就一定是軟驚天那個角色啦 被人用槍呢 射爆菠蘿蓋呢 總要跟人家說多謝 女主角呢 飾演一個貧林的崩潰邊緣的角色呢 說服力不足啊 反而呢 男主角軟驚天呢 做一個癡情悍呢 又過度用力 各種失衡呢 令人覺得呢 這套戲呢 感覺上去過度湧場 然後真空的設定呢 真是過於賽事場 又是那些呢 一做壞人呢 就敬到飛天的角色 就是覺得好沒有新意啦 跟我一樣啊 平時撤球 坐了被人罵 可以撤到中了輻射的你呢 歡迎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記得做齊世上的三樣東西呢 讓我們的刀工進步神速 更各位Superfans 不斷支持一下我們的channel仔 我是另一 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啦 拜拜